大家早安 我是牛哥 今天我要把 这个种在碑苗 这个碑苗 已经种了 三四个月了 我要把它移去 这个黑袋子 首先我们黑袋子 要自己改装一下 去多一点小洞 我们用剪刀把它剪一个小洞 把它改装一下 改装一下 多一点洞 白水就顺畅 好今天 我们来换这个小碑苗 已经种了很久了 我们要如何换这个小碑苗 来 来教大家换小碑苗 首先 我们把这个黑袋子袋 装三分之一的泥土 装三分之一的泥土 这个泥土 我就是用 有机泥土 加那个 泥土 泥土 和珍珠盐 混合在一起 泥土 就是用泥土 有机泥土 和珍珠盐 搅拌就可以了 好 重点就是这个碑苗 然后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它的根 已经是 很多很多了 所以我们种之前 就要把底部的泥土 三分之一把它去掉 把这个根 拉开它 它根拉开它 如果你们直接这样种下去 可能它 可能它的根 残住 不会长大 所以我们要把底部的 三分之一的泥土去掉 它的根才会 成长 因为我们种小碑太久了 它的根已经是 打结了 所以我们要去掉 这个方式 去掉那个 底部的 把根 拉开 这个就是 我个人的种法 这样素材非常的旺盛 芥的果才多多 或者把清水 洗掉一部分的泥土 我们把它的根 烧 就是这样 看到吗 看清楚 把它拉开 才来种 这样它的根部就不会打结 好 好 好 这个灯子都拉了 好 这样子 我们这样种 素材费 好快好快的长大 好 我们放下去 如果正确的方法是这样 我们放个杯里面 放下去 好 把泥土装满 然后才拿 放来 好 我们把泥土装满下去 这个杯这样放 把它装满上去 然后我们浇水 这个是个人的 种法是这样 好 好 不管是花盆 还是 这种黑色的纸袋 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 整个盆放下去 好 好 然后我们浇上 定根水 或者浇上 生根水 好 浇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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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 淋透它 那个泥土 好 这样种的树 才不会 死 翘翘翘 好 成长又快 好 我们 淋透它的水 我们就 慢慢把这个 杯苗拿上来 啊 就成为有一个小洞了 好 好 拿上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杯苗倒出来 大家看得清楚吗 啊 把它倒出来 嗯 好 这里我们已经把根拉 拉了 已经吸掉一点泥土了 好的 好 我们就直接把它 放进去 好 放进去 看到了 整个这样放下去 整个这样放下去 就可以了 嗯 轻轻 压一压 或者是 加上一点 土 好 这样就移好了 好 好 我们可以 加上一点水了 嗯 加上水 好了 这样就移好了 好 好 这样的树 肯定 长得旺盛 好 重点是 腕盆的时候 那个 那个盆底的 那个土 要去掉 要把根 打击的根 啊 疏松它 啊 这样种出来的树 看到吗 就是这么容易 好 好 好 祝大家 那种植一块 这个是我个人的小知识 再见 记得关注哦 好 好 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